走入丽丘部落经过了活水仪式之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的彩绘墙 直接告诉您的是 鲁拉克斯部落 由排湾族以及卢凯族 共同在这里打造美丽的故事 5月的季节正是金丰香丽丘村 金黄小米的丰收季节 今年首次和乡公所 共同推出小米文化体验的游城 透过微旅行认识金丰香 感受丽丘村体验农事 那我们在6月6号 做一个开幕的活动之后 下一周 也就是6月13、14日的星期六日 我们开始有套装行程 那我们的套装行程呢 除了一开始到我们的部落 有做一个水火晋升的仪式之外 我们也会介绍部落的人文历史 以及我们的小米展示馆里面 有很多小米的品项 可以跟大家做介绍 还有整个小米碎石记忆的一个系列 再来会在小米展示馆里面做一个体验 传统的脱壳脱壳脱壳的一个传统体验 那在之后我们会带到田间小米的农事区 来体验赶鸟 采收小米 以及传统的禁忌 就是射箭 还有直毛 那我们会在田间做风味餐的享用 那额外在套装行程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农村为旅行 那我们用也是为了要增加一些 不能够在非假日的时候来的一些朋友们 可以选择在周间的期间 可以选择农村为旅行的一个方式 我们也可以在田间闲逛 慢火慢游 游城中可以尽情的放松 听故事或是挥洒热情的汗水 体验小米田间的农作乐趣 更可以贴近大自然 感受百年老树带来的震撼 一连串的游城规划 有吃有玩 带您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 东台新闻李婉珍 陈静雄黄新平 在金丰香的采访报导